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为什么会有一个想法是想做这个宠物的心电图呢 因为自己本身对于电生理方面比较熟悉 之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电生理其中一件事就是心电图 会比较知道人类医学方面是怎样做的 但是自己做了宠物主人之后 然后透过自己的一些经历 才发觉原来在动物里做这件事 那么不被普及和那么困难 所以就引申了自己想去做一些事情 去能够将这件事跨越了那个界限 做一些breakthrough的念头 明白 那有没有说这个动物或者宠物的心电图 其实那个方案大致上是怎样的呢 你说我们的方案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其实出自于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每一个的兽医 每一个的动物医院 都可以很简单地去做到这件事 就好像人类医学那样 每一间診所 每一个病房 都可以去做得到 那turn out 当然最好就是 变成了每一个病人 在我们的情况下 每一个动物都可以享有这件事的 測試的权利 那要做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其实现在的难处在哪里 第一是採集上面的问题 第二就是操作和判毒上面的问题 先讲採集 那跟人类不一样 人类你就躺在那里 打开个胸口 就会很快地黏住那些东西 就已经拿到数据了 那但是动物又怎样呢 动物的情况就是 你需要 你需要 你需要按住它 它又要不挣扎 然后可能你要剃毛 接着才能够拿得好 如果有些情况 它毛没有那么多 可能不用剃的 但是你也要令到它的讯号能够漂亮 那样东西 这会花了很多时间 那还有技巧方面 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呢 那这个是一个barrier 那另外一方面判毒方面 那其实在人类医学方面 这都很普及的了 大部分的医生 甚至护士都可以有 基本的判毒的能力 当然了 比较难的 都是心脏专科 而人类的心脏专科医生 是多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在受医的情况来说 其实判毒都并不是太普及了 现在 那现在要留给心脏专科 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心脏专科 就好像 动物方面 就好像人类医学 几十年前那样 如果我们村口 有一个内学全科 我们都可以执行 所以更加黄论有专科 现在的稍微情况 有些是这样的 但是你专科得那么少的时候 它怎样支持到那么多呢 那这个就是见到一个问题 而我们希望透过科技去解决这件事 明白 有没有想问 其实心脏专科对宠物 在平时诊断有多重要呢 其实可以看到这些什么症状呢 例如 例如 这只动物来到你那里 然后接着 它咳 它是不是真的因为 我们所说的咳而咳呢 不知道的 人 就是因为好像问诊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告诉我 空口吠着 那已经是会知道 你可能会有心脏 或者胃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用心念图 或者是如果不是的 然后再有胃镜 等等去 rule out这些东西 但是动物不知道的 医生也没有透视眼的 所以是要去排除 但是有很多东西 譬如咳 可能是心脏病 你后腿 无端端忐忽无力 是不是一定骨护呢 未必的 而另一样东西就是 它有暈倒 这些东西 亦都会衍生 告诉你 有可能是因为心脏 而心脏方面 其实心脏是一个电动的泵 那你有问题的 不外乎是结构 和传道方面的东西 所以是很重要的 几个测试 这个可能是检查 有没有心脏病方面的 但另外一个方面 平时你做每一个手术 其实你都要去 之前去检查一下 你的心念图 那样的东西 因为当你落了麻醉药 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脏里面 是有那些心脏不静 等等的东西 是好易激发了 它里面 引申其他伤症 所以之前的检查和手术当中的监控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最经常的使用方向 若果在现场你们是如何帮助寵物量的心电动 与传统的方法有什么分别 你要取得这些东西 先要有机器 我们会给每间动物医院的机器 然后也教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拿 可能传统上你要很干净的讯号 才能够给到专科医生去判读 我们会用了很简单的方法 其实可以给你去拿到一个讯号 其实和传统上的采责方法 其实不是差太远的 在采责方面 但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讯号质素 是可以差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会有讯号处理 它自动帮你去清理 免得你不用花那么多的功夫 去清理整个数据 这样 因为其实的选择就是 要是你花很多的功夫 去慢慢去弄好毛、皮 令到数据漂亮 要是 其实你不花那么多的功夫 但是我后期处理 我们采取了后面这个方法 令到它能够方便一点 这个是第一 而另外就是 我们拿到数据之后 就会送上去后台那裏 然后用AI first specialist second 的一个approach 去快速先去处理了 做讯号处理 clean up了 然后分析 产生一个初步的报告 然后再给了专科医生 去做最后的监证 和给建议这样 那变成专科医生 要用的时间是很少了 但是我们可以 又可以平衡到AI 可以去做到的automation 去将时间大大减少 那变成一个专科医生 可以处理很多的case 那也都能够用专科医生 去确保整件事的准确性 和给到前线的医生 一个建议 那整件事 一个loop延连 就会是 直到医生收到 一份的完整的生命图报告 这样就为止完结了 明白 我想问多一点 就是关于AI 你用了哪一类型的AI技术 去帮忙处理这些数据呢 明白 首先我们会做一些信号处理 信号处理不是就这样 是一些filtering 某个频率我们就不要 因为其实里面太多的noise 我们会做一些source decomposition的东西 将它拆开不同的信号来源 令到它再干净一点 然后跟着 之后我们就会有deep learning 去认识不同的pattern 因为其实在这里来说 那个难处和人类医学 有些不同的就是 动物太多样化了 就是譬如我和你亚洲人 跟黑人和白人 其实不枉多样的 差不多 但是你想想 有小型狗 大型狗 猫 还要是譬如小型狗里面 法国豆豪狗 Frenchie 和Poodle Chihuahua 都是小型犬 但是它们差多远 空型不一样 等等生命图上面 其实Future都会有变化 但是往往现在 都没有一个standard 去能处分到这里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其实 在我们要做deep learning 去认识这方面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数据去train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而认识到的时候 去做了一个draft的一个报告 其实已经可以给老专科医生 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慢慢慢慢去看 慢慢去分析 就是电脑做电脑的东西 然后专科医生一下 就可以能够做到它的判读 然后再加上去 有没有给这个医生 再多一层的建议呢 这个是和传统的 就这么分析一个 生命图报告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给它下一步的建议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面对的客户 就是普通科医生 全科医生 其实他们要的 就是他们能够帮到 眼前的一个草物主人 做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给到这个 贴心的下一步的建议 AI 99% accuracy 他看你 始终心里面觉得有些 不知道怎么 但是如果是一个 某某教授 他这方面的权威 他看你 你会觉得很放心 但是某某教授 他会不会说自己 是99.9% accuracy 他都未必会这么说 但是哪怕他是 95% accuracy 大家都会放心 这个是 其实the highest clinical standard 现在的世界 perception 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 你 他会做到这件事 无论是一个 准确性 和心理上的一个把关 因为现在 无论是人医也好 手医也好 大家最认受的 就是医学上的权威 没得好说的 医学上就是这样 有权威性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 其实在这件事来说 个专科医生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把关 明白 在你们的数据来说 有没有一个数据 关于AR准确度有多高 有的 因为 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AR做完事后 心脏专科医生 要看的 他去看是做把关的工作 如果AR是错的 他要修改 还有他再交建计 我们会看看 那个修改率是多少 我们便知道 AI是有多不准 然后再去correct 去train它 现在我们就看回 这个比例 大概 其实我们有90%以上 是他不需要改的 最后想问一下 其实有没有说 现在你们这个方案 其实可能 我知道大概是2018年推出的 有没有说 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 有多少医生用这个方案 现在有超过一千医生 正在用的 分别在大约六个地区 其中用得最多的地区 分别是台湾 韩国 和中国大陆 而每一个地区 都有超过一百间医院 正在用的 好 这次时间是这么多 我们待会回来再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